大家好,又是Carrie 天時暑夜 今天來的涼菜 很簡單 口感很好 醉雞 凍食很正 很嫩滑 首先,我們有一隻 冰鮮雞 這隻冰鮮雞 超級市場買的 便宜,36元 為我買的 OK,我覺得夠大隻 有少許油 便正,又夠嫩 接著 薑蔥 薑蔥 是用來煮雞用的 這包料是醉雞料 在街市集貨店買的 它寫著醉雞 一包一包 一包裏面有齊 但是,用不完 我們分幾次用 這次做醉雞 下次我們可以做醉蝦 甚至可以做雞翅 也可以 如果你不想用這些料 你可以這樣 少少的當歸 桂圓 少少的杞子 這樣就算了 蔥 我們用來浸雞 所以很粗糙 不需要切得那麼仔細 接著有些薑 薑呢,切到一粒粒 接著拍下去就可以了 簡單一點,粗暴一點 原來不是那麼多薑 放少許就可以了 蔥是比較重要的 搞定 接著我們先處理一下雞 雞很棒 有油的 但是呢,我們先把 縫爪出來 膝頭對落 就可以了 不可以在膝頭對上 不然呢 待會煮雞 它就會脫皮 接著我們把多餘的油 拿走 然後呢,我們清一清內臟就可以了 具體的動作我就不做了 大家都知道 接著我們把雞翅 起了出來 這是我的習慣來的 你不起也行 起了出來 方便我偷吃 通常的內臟呢 就是在骨頭的兩邊 那裏呢 你檢查一下 有時是有 有時是沒有的 今天呢,幸運 沒有啊 這樣呢 做少許多事情 然後呢 我們看看它前面 空上面那裏呢 等一下我們看看前面那裏 那裏呢 去到那裏呢 我們開個孔 如果它沒有孔的話 因為呢 如果沒有孔的話呢 你浸雞的時候 它是進不了水的 是的 我們要切一刀 開個孔 那裏呢 那裏呢 薑蔥 放入煲水裡 煲盡量大一點 這裏呢 差不多6L水的 盡量多一點點水 那你浸雞呢 就方便一點了 就不用中間加火 那裏呢 我放了一湯匙的黃薑粉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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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呢 更加黃更加帥仔的 然後呢 三上三落 那裏呢 就是這樣啦 我們放下去 然後拉回去 上來 然後放下去 看看是方便的水呢 進入內籠那裏呢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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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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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瓶子 那裏呢 那裏呢 然後呢 那裏呢 這裏呢 接著我們拿出來 用牙籤插在鼻子上 看流出來的熱體 如果是紅色 或是粉紅色 雞雞雞還沒熟 透明的熟 完成 接著我們浸在冰水中 浸30分鐘 完全浸冷 不夠水 再加一些水棗 多加一些冰 那些水是熟水來的 因為這隻雞是熟食 所以我們用的是熟水 冰粒也是熟水 接著我們先放在邊 我們準備了這些材料 這些就是醉雞的藥材料 如果你買一包包就齊了 如果你沒有買的 你用小當歸 可以加少紅棗 小桂圓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洗一洗藥材 然後我們把雞湯放進去 要不要放五百到七百左右 就夠了 加少許鹽 因為沒有味道 還有我們放了一小杞子 最後我們會見到的 還有我們先拿去 先拿去煮起 鹽溶了 這些藥材出了味道 這些藥材第一 可以翻用的 水浸完這次雞之後 可以拿去浸其他東西 不要浪費 少許就夠了 雞藥材 不要太大味道 例如當歸 因為當歸 現在當歸 很火的 這樣天氣 少許就夠了 拿少許味道 當它燙 關火 關火之後 滾起了 關火 然後我們加醬酒 鹽要試一試味 要有些鹹味 這樣出來的雞 才會有味 但我這個做法 不會太過鹹 不會太過鹹 可能需要你每個人都不同 到時你會看 要不要加些生抽 點出來吃就行 這陣子看球 吃這個 接著 我們起骨 我們斬了頸 頸我們不要了 在兩個腿上開刀 然後我們把它分開出來 很輕易 很嫩滑 沒有血水 不用怕 簡單來說 一隻雞 兩個腿兩個胸 基本上 那些肉 就已經起了出來 現在我在前面 抹開 把兩邊的胸 手這樣扯出來 就可以了 但小心點 保護尋皮 因為我吃完當歸 我覺得 我都有點熱氣 你看 好嫩的 好嫩 這個做法是好嫩的 最主要關鍵是冰水浸雞 這樣它 就不會太過腦了 又不會塗 不會塗 我們這樣起它出來 慢慢來 你們可以戴回手套 起骨 就會好吃些 我覺得 接著 我們 起骨 在骨的上面 切一刀 然後慢慢 將骨 起出來 你可以用刀 刀 就會更加方便 我們慢慢來 不用急 麻煩 還沒訂閱 請訂閱 是免費的 可以給我 分享給朋友 這次早趕一點 慢慢來 把骨 拿出來 初遍做 可能不熟 試幾次 就可以了 你可以不蓋 直接砍 也可以 然後 藥材 那水已經凍了 我們將它放進去 放進去 浸過夜 看到嗎 浸過夜 這個時候已經天黑 不是天黑 天氣不好 天黑了 所以燈光 不太好 就這樣 我們放幾顆幾支 浸完 第二天 你看 有少許明顯 有少許瘦熟 但是 雞肉一樣 嫩滑 那水呢 可以留下來浸其他東西 不要浪費 或者你那隻雞 即是那隻雞 你浸過夜 今天吃不完 明天雞肉吃 浸著它就可以了 放在雪櫃 然後你斬了 小小塊 就可以了 空也很滑 不粗 不用擔心 這個效果很好 當然 你蘸一隻雞 是麻煩的 用雞液 然後 用一些湯 即是藥材湯 浸著它 吃的時候 拿它出來 吃不完 用湯浸著它 放進冰箱 想吃的時候 拿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 放一些杞子 放在上面 做裝飾 搞定了 很嫩滑 皮爽的 因為是冰水浸 很棒 不會有血 希望大家喜歡 這個涼菜 醉雞 今天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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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